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让兰花多发芽多发苗的方法 这种方法比较实用而简单 一般新手都可以操作 那就是进行扭伤处理 把这兰花的两个甲林精连接精 给它进行扭伤 让老苗不能顺利的收送给那个新苗的营养 从而激发老苗上的休眠芽点 让它的休眠芽发芽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次扭伤处理 这是一株惠兰 惠兰有四个苗 两个老苗两个新苗 我们把它进行扭伤一下 我们左右手分别捏住两个甲林精 我们朝相反的方向扭转 慢慢的扭 当听到琵琶一声响 大概扭到90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让它处于半分离的状态 让它处于半分离的状态 你看 它这样就 半离半合的了 它没有完全断 也不要它完全断 完全扭断了就不行了 进行扭伤之后 它里面有这个伤口 这个甲林精之间有伤口 我们再把这个伤口处理一下 处理伤口一般我们采用 甲肌流氯磷 也就是消毒粉 我们来 把这个消毒粉 撥到这个伤口上面 这些伤口 主要是防止伤口干了 这个伤口 我们把这个 消毒粉 也就是杀菌的 消毒杀菌的 给它敷在这个伤口上 不让它橄榄上真菌 等下就可以给它伤口了 大家可以从来 伤口 吃 剩 切